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在在在广东落地 那反正就是把大湾区从深圳开始深圳广州 然后然后然后呢孙中山的故居 然后这个港珠澳大桥 那这个呢大概都会走一遍 马英九马英九这一次去的当然 他在深圳那就是看几个科技大厂 比如说比如说大江我我无人机比亚迪 然后呃腾讯啊这这这当然都是都是中国的中国的新兴新兴科技 尤其尤其这都是这都是呢消费性的产业 而且中国都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市占率呢都极高竞争力都极强的产业 在深圳呢会看到看到看到中国的科技前景的未来 而且因为因为他根扎的非常的深 然后国际的竞争力极强 所以那个未来的透明度整体来讲的都很高 那譬如说马英九去大大江大大江的老板那个叫罗莎 反正他在台湾台湾台湾生的好 那我我想了接接地气了 那马英九也就随随口问了他一下 哎这无人机 据说在俄乌战战战场当中呢也看得到 那咋办呢 那呃呃 大江能能咋办呢 他生产的是商用无人机啊 那这商用无人机 那一台一般买的便宜点的万把块啊那贵一点的呢三三三四万啊 我我我讲是一般的一般一般一般在台湾的这些的这些呢消消费性电子的商场你能够买到的拿当当玩具的当当自己的这个人空拍机用的就像是飞到飞到这个呃 金门的外岛上上上空的好从从下面的飞飞过来的那种的私人玩的就是玩家的这种的无人机啊 其实其实你要你要去限制他说什么 在军军事场合当中的那个那不可能因为因为因为他已经普遍化了他已经他已经是一 班的一般的家庭的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部分 好那马英九昨天另外的重点的事件 宋涛当然宋涛来来和马英九见面这也是基本的礼数了就是毕竟马英九的最后一战的是要见习近平的那说所以呢除了除了除了广东的书记 那和马英九见面那宋涛了和马英九的见面那谈两岸和平 马英九的马英九和宋涛的谈话我觉得谈的还不错就是基本上面的那个罗罗罗罗罗集跟铺陈的气氛的是OK的 好那呃基本就就就就传递和平的新新生嘛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马英九这一次在深圳走的几家的企业啊就说有机会了就是让让让台湾人台湾的民众能够能够能够更了解大陆现在在 在有未来性 那有有市场的决定性 以及 有透明度 的科技领域里面的前沿的科技啊 的竞竞争力 品牌 蛮久蛮久去看的这些 在台湾都看不到 比亚迪 看不到 大疆应该是可以买买买得到 但是呃反正基本上大陆货在台湾就算是老了老板 是台湾人哈但是 呃 就这样啊 就你知道台湾对对大陆的东西就像是 连我们的我们的数位数位数位部 那速发部 的 的唐凤 都要 告诉都要告诉你就说只要是大陆生产的东西呢都是危害产品 所以呢抖音tok也是危害产品 话讲到这样的时候呢那两岸的这种的正常相互对待的方式 那就难了 所以最近看到大陆的 大陆不敢是不敢说王毅 或者是李强 再见 呃 这两天在 在北京的访问的法国的外长 法国的外长 这一次 现在四月份吧 到北京的访问 那法国的外 外长来干嘛呢 中中 法国关系 这时候干嘛 特别特别 法国的外长这时候的到访 当然是铺 接下去 五月份左右的习近平的要到法国去访 访 那这个是一个一个 欢迎习近平访问的 起手式 那因为呢 因为有这种起手式的味道 所以 所以你就得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那来的时候 和中方的王毅见面 外外长王毅见面 和李强总理 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 谈的主调 都都都是在 除了法方的关注的是 关注的是希望中国可以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 呃多帮点忙 那如何能够呢在背后呢去扑许下的俄罗斯 能够呢能够促进俄乌之间的和谈 能够早日呢 结束这场战争 或者欧洲的大和平不会到来的 欧洲这两三年的苦难的不会结束 这个是呢法法法方的关注的 中方的关注的是 让让让中方的企业 在法国 在 欧盟 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跟竞争 环境 不要动不动的用用用用去风险的这个逻辑呢给 给 给这个 中资的企业 那带带上一个所谓去风险就说所有的中资企业都隐藏的风险 那这样一扣了之后呢那就难了 其实 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没有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像样的国家政府 会站在一个自由贸易跟全球主义的角度 会告诉大家说 我的国家会保障所有正常合法经营的外国企业在我的国家的发展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 当美国呢在在全球的商业竞争能能力具有宰宰致力是一个super power的时候的美国一定唱这个调子 而就像是呢最近的最最近的那个 芝加哥学学派的那个 米尔沙默 那 米尔沙默呢 米尔沙默 大家翻译了 就米尔沙默呢 米尔沙默呢 最近在在在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提到美国呢美国美国今天全球影响力的衰退的 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是非常双双标的 非常双标的 当他很强势的时候呢他就是很霸道 美国美国在在他很强势的时候呢他是不会跟你讲讲道理 你表面上面来来讲所谓基于规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是其实所谓的基于规则是基于美国的规则这不是我讲的 米尔沙默讲的 那米尔沙默说的美美国的只要强的时候呢白菜姿态就就就是 my way or no way 听我的不然就就就免谈 但是呢当美国的稍微不行的时候呢美国的双双重标准的就 出来了 因此他慢慢的没有办法的得到国际社会不只是尊重而且是信任 因为我知道 你今天呢摆摆出一副要好像跟我讲道理的样子 是因为呢 你今天要谈的事情 那你本身的是占优势的 所以呢你就能摆摆出一副的就就是李宗克的样子 可是当你当你的竞争力不行的时候呢 在你的比较弱势的项目的部分呢你摆出来姿态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套的双重标准 标准的嘴脸 好因此因此这个是美国的当下的问题 因此你也可以看到 法国的外长这次的到北京 的 等于是 你可以你可以预预期因为因为外长来了所以 所以今年五月习近平预期中的要访问法国 五六五六七月的欧洲是很忙的好因为今年 除了除了除了七月的北约峰会美国一定是盛大彩牌 那昨天我们也稍微提到过美国呢会把 会把这个 呃 要把日本腰来 然后呢要把影学腰腰腰腰来 要让 要让 要把 要让 让美国的美国的全球的兄弟姐妹们 那都能够积极一堂 团结在呢我美国的毛下 灰灰下 好 团团团结在美国的灰下 那同时七月 呃今年的G7的今年的G7的峰峰会大概也都在七月 所以你看得出来今年的G7因为今年的G7的主办国呢是意大利 所以 G7今年在七月北约的峰会在七月就告诉你呢让 让美国的非欧盟的非欧洲的朋友们的一次到到欧洲之后呢就把所有的 美国呢美国的今年的上半年的主场的大戏呢都演完 呃 之前 我有我有到我 因为因为传长时间观察国际政治了我只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让我们的听众听众朋友在 在理解大国事务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认识 通常 通常 通常的 以一年 的这个schedule来看 上半年 上半年呢多半是 美国跟西方的主主场 因为因为有 有G7的峰会通常会设设定在五六七月不一定 就是看 当的当地的主主办国的时间 那七月还有这个北约的峰会 所以上半年的时间的你多半的都会看到的美国的尤其四月份 四月十一号 好那四月十一号 呃 拜登 那要要 暗天文雄 你看 明明明明六七月 要在欧洲见两次面 可是四月还特别来见一次面 所以四月的这一次的见面 你与其说呢是美国跟日本 有有需要见面 你不如说呢这一次的见面 是特别为了小马可是准备 我这样讲你你你你或许比较容易懂就是 就是 拜登跟暗天文雄 一年见好几次面 而且你可以预期了六月七月 他们两个人都会见好好几次面 那那那四月有需要 专程的暗天文雄在飞一趟美国吗 这一趟呢就是要营造出美国日本共同 要去挺菲律宾 要形成一个在第一岛链当中的新的这种 这种的同盟关系的氛围 基本上他也在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彩排 哇美国跟日本 两大国 要为我小马可是呢摆桌 小的小马可是 那真的可是可是啊 就小马可是那铁那铁铁定的是很嗨的 就是 这个呢 回菲律宾之后呢 那铁的铁定的交其妻妾 在告诉菲律宾你看看这个 这跟这这跟谁这跟这跟前两年的影影席 这跟跟韩国人讲话的口吻铁铁定是一样的 小马可是呢现在呢在跟菲律宾人讲话的口吻就差不多了 你看 美国 跟我们多好 你看的日本挺我们 那因此呢我现在呢在国际的能见度有多高 就是 在在当下的当下的国际社会里面你的你一个一个 小不拉击的国家突然间能能见度很高 那不是祝福啊那个是蜘蛛女之吻 这种的 在在这种的情况呢跟 跟前两年的影席说你看韩国现在是世界强国了 大家的都在关关注我们一模一样 进广告 好那欢迎回到飞电波网飞电早餐 我是唐的唐小龙 对了就是 咱们都听我们在在讲就 你看到你看到 你看到现在的 现在的 台湾也是一样的 蔡英文政府呢 像全世界都看到台湾 全世界的都在热议台湾 全世界的都在关注台湾 影学也说 现在的韩 韩国呢现在已经 已经是已经是世界上的 super super power 是还没有加入 G7的 G7 G G G7加1 那 菲律宾的现在的也 也 也很 也很 也很嗨呀 那 小马克是当然 我刚刚讲 就说 这一次的4月11号呢 在华府的见面会 你看得出来就是 就是从逻辑上面的是特别为小马可视 然后 然后呢 拜登的要暗天文雄走一趟 走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之后呢 就会营造出这种 我们在 在在低岛链的大团结的气氛 那大家 团结在的在一起 一起的挺菲律宾 但我不知道菲律宾人是 咋是咋想的 就是 呃 其实在菲律宾的历史上面 杀罪都菲律宾人的 第1名呢 第2名 就是美国跟日本 日本 而且 除了更早期的 西班牙以外 实际上面的就是 殖民菲律宾的 就是美国跟日本 那这两个 在过去的其 其实在菲律宾 菲律宾人如果有历史记忆 就是 他 这么弱 这么这么小 甚至于在 二次大战 之前的时候呢 菲律宾算不算是一个 7000多个岛屿的国家都有问题 他许多的许 许多的岛上的都处在一个未开发的状状态 对于自己的国家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到现在为止 非菲律宾都还有分离主义的运动 好但但是 杀菲律宾 对菲律宾的造造成伤害最大的美国跟 日本 今天 又回来挺菲律宾了 而菲律宾却觉得这好像是一种的祝福 中国 中国 没有杀过一个菲律宾人的 当你说你说一般的一般的一般的刑事犯罪有有有没有我不知道了 菲律宾人可能的绑把绑架华人的还更多一点 但是我我是说从一个从个国家的立场 中国没有没有去攻攻击过 东东盟的除了跟越南打的打过一仗以外 没有啊 那 那菲律宾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讲 今天为了 为了 南海 南沙群岛 或者是中沙的黄岩岛 然后 一副赶快的要 要引狼入市 引美美国跟日本集来来听我 那我们一起的对对付中国 我就不知道菲律宾的是怎么是怎么 菲律宾其实 这个国家在整个 在整个亚洲的地缘发展当当中 他很特别就就就是 亚洲的两股的在过去 过去近千年 那 带有带有发发展性的 带有发展性的文化 一个儒家我我文化从中国然后从韩国 然后呢日本 台湾 这这些呢都强烈的受到了 说不管是不管是移民或者是我文化都强烈的受到 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或者中南半岛的越南 等等等等受影响的也非常非常大 那南边的从海洋的部分的进来的那是 是 穆斯林文化 甚至一部分的印度文化 可是呢这这些不管是 从北北边的儒家文化圈 或者是南边的 跨海而来的穆斯林文化 或者是印度文化 都到了菲律宾 就停 那停下来 菲律宾的他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历史当中的在亚洲发展史当中来讲的 stop sign 到菲律宾就停下来 这当然了跟18 18998年之后呢 当美国在在打完美 美西战战争 你你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美 美西战争美美西战争 纯粹是美国在修理 西班牙的一场战战争 然后呢接收了菲律宾之后呢美国的力量的正式进入亚洲 也使得菲律宾的之后 其实100多年的时间 不但没有没有呢 没有摆脱美国的影响到现在为止 他仍然是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最深刻的国家之一 另外一个呢就日本的日本的战后大家 都还非常乖 我们我们在我们在看待当下的21世纪 2024年的国际的局势的时候 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呢 你 你你你应该知道就没有改变 他仍然在二战的二战之后的框架里 里头 仍然是美国呢把日本跟跟德国 仍然是一个呢一个战败国的一个一个镇压 的一个架构 在在在处理呢 欧亚陆块上面的大国事务 好那菲律宾的现在也进来 所以 4月份 从4月11号 开始 那美国的 每年 每年呢在亚洲的 就说呢 角 这样的一个 大戏呢 从4月1号开开 4月11号开始 要正式的 要正式的登场 好那刚讲的马英九 马英九跟宋涛见面 那谈两岸 那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马英九去去大陆 但是呢 Rosenberg呢 啊 AIT的 AIT的主席呢 再度来到台湾 Rosenberg 从 从去年的 去年的3月 去年的去年的3月 Rosenberg呢 接下了AIT的理事主席 一年的时间呢 Rosenberg来台湾5次 但是说 那他 他他就是 他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 那他不来台湾干嘛呢 不其实在过去 Rosenberg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属 属性的非常强烈 他毕竟是直接的从 从布林肯的办公室里面出来的人 所以他其实是 历任的 历任的AIT的 理事主席里面 跟 跟当下的执政的官方的关系 最密切的 是直接的 可以通天的 好了 但是 就不管是或者是 不是 AIT的理事主席 一年之内的这么 频繁的到访台台湾 Rosenberg 还是第1个 好的 Rosenberg呢 昨天呢 昨昨天见蔡英文 那希望呢 判台湾呢 持续 这是从中国时报 然后 判台湾的持续的维持现状 然后 自由时报是说的台海稳定攸关台美共同利益 希望与赖团队合作 那共荣发展 这是Rosenberg的讲话 不过呢 你你你如果听得懂外交语言 Rosenberg的讲话呢 是 来 是 有带着就是 对于 蔡英文 尤其对赖金德政府 讲好听点呢 是 期许 讲难听点呢 是警告 就是 不要有任何破坏台海 和平稳定 破坏现状的举动 希望呢继续呢 维持现状 这个是呢 Rosenberg的讲话 你说 小美琴才刚去过啊 那你就直接跟小美琴讲就好了 干嘛小美琴去了去了之后 然后你还要在 特别来台湾一趟 你说话讲不完 那就不就不安心 所以人亲自来 所传达的那个呢 那个圣旨的意思 会 会比较强烈一点 我一年来五次 我再跟你讲一次 520跨跨跨到了 维持现状 不要了破坏了台湾 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符合呢我们 台湾呢跟美国按照自由时报的讲讲法 符合台湾跟美国的共同利益 所以希望台湾 持续维持现状 这当然呢有 有警告的味道 有担心的味道 但是警告跟担心的是不是一定就有用 不知道 因为呢因为你一旦的擦枪走走火了之后 那下半年 现在已经已经4月份了 其实美国的 美美国的总统大选行 形势 底定 就是川普跟拜登 而且两个人的现在所有的民调互有领先 虽然呢 如果以现在 投投票来讲 我还是比较比较看好 我还是比较看好 拜登 因为 现任者本来就就就 居优 居优 优势啊 再加上 我说了 民民民民主党已经强了三十年 那民民主党的强三十年的这个趋势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改变 所以在选总统这件事情当中 民民主党 还没有 还没有投票 民主党就占了一定的优势 好但是 Rosenberg这个时候的讲话 除了担心 除了警告 但是 Rosenberg讲话会有用吗 Rosenberg讲的维持现状 怎么个维持法 那 以赖清德的素养或者 你看到台湾的独派 你看到了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是如何送马英九上机的 Rosenberg还期待就就是 就 两岸能够呢维持现状 那个难度太高了 因为基本上面 他就不想维持现状 因为潜意识里面潜在的骨骨子里面 就是希望有机会我就要改变现状 那当他当他对于改变现状这件事情的盘算 不管是呢 不管是被挤压的或者在盘算的时候觉得 觉得对自己越来越有利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 所有的 舆论的塑造的方向 整个民进党的思想准备跟政治准备 就是朝着台独的方向准备 所以就是朝着两岸的现状 一定要打破台湾要寻求终极独立的这件事情走 好那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Rosenberg在讲维持现状 马英九呢 马英九也在也在也在讲 维持现状啊 可是马英九讲的维持现状 是九二共识 Rosenberg讲的维持现状里面 没有九二共识 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所谓的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的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调子 所以表面上面来讲 大家都讲 维持现状是一句在国际政治当中来来讲 呃 没没啥意义的话 我说 没啥意义的话 就是 那个那个维持现状的条条件是什么 他比 他比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就是啊我们 就这样子交交往吧 我们就这样子走下去吧 那个呢更没有意义 好那 这种的维持现状 的重点在于就是说现在两岸还有维持现状的条件吗 这个条件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里面 今天 坦白说今天的两岸关系 要不要维持现状 在北京的一念之间 你不要 你不要让他 让他 鸡嘴变变变压嘴没有话讲讲不出口 今天当你把所有的现状的 他认为可以让他让他继续讲和平统一 维持现状的那个调子 那个调子能够让他不改口 能够让他不开不改口的条件的是在台台湾 可是台湾不但的不断的创造大陆的舆论甚至于大陆的官方 改口的条件 那你还想要维持维持现状 台湾说实在台湾的台湾的绝大部分的 独派或者说现在的民进党的政府 如果认为维持现状这四个字还有意义 骨子里面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美国会挺我 就像美国 在4月11号的美日的峰峰峰会 美日峰会里面的可能会重生 会把钓鱼台纳入到安保 每日安保的框架里面 就像菲律宾现在的希望 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就防御条约能够能覆盖到黄岩岛 覆盖到仁爱礁 我说实在 都不会有用 不要说菲律宾 痴心妄想 我是 发自内心的 如果 如果菲律宾 听得懂 有听飞碟早餐 如果小马可是有听飞碟早餐 我跟你说 你真的想太想太多了 美国 没有那条件 在南海的周围 去 捍卫菲律宾 嘴巴上面讲的 什么什么什么岛是我的 然后我就要继继继续的 跟大陆的 用挑 用用用这种挑衅冲突的方方式 要在这些的岛礁的附近 要用骚扰战战术也好 要对抗战术也好 要用冲突战战术也好 要跟 要跟大陆 不管是海警或者是解放军 没有任何的胜算的可能 美国也不会介入 美非防御条约的第五条 不会启 启动 不会启动的原因是 除了这几个岛屿之外 大陆 对于菲律宾 剩下的七成多个岛屿大陆没兴趣 也不会去去动你 但是这几个岛屿 你菲律宾也别想动 基本上面 今天呢 整个的南海地区的 岛礁的 写形式 其实已经慢慢的稳定 跟固化 就是越南站着 中国 也没有 想要的 再 再去 采采取 具体的一些行动 去把除了 在西西沙海 海战 确定了中国的收回了西沙群岛 那现在的永永新岛啊等等 像开发的都不错 南沙群岛的情势很 复杂 但是慢慢的就固化 唯一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的 就是菲律宾 所宣称的几个 尤其是岸礁的部分 因为菲律宾很在乎的就是 他的能源在里月滩的天然气 里月滩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石油那个是 那个是南海的沿着九段线的周围的 海床当中四大块 最有最有机会呢 或者已经开发出了油气的 甚至已经开发到大量的就是说原油的 最后一块 就爱点你 UFO 啊